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 我是公子沈 在当今世界 国际秩序面临着巨大挑战 俄乌战争 尾巴冲突都证明全球化正在分崩离析 新冷战也如火如荼的走向高潮 很明显 接下来的世纪之问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入侵台湾 到底有什么因素在促使中国这么做 又有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一旦走出这一步 有可能深陷万劫不复的深渊 台湾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 接下来如何的保卫自己 我们会用几期节目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它的领土的一部分 中共历代领导人都试图通过外交的方式孤立这个人口密集的小岛 虽然台湾岛不到14000平方英里 但是却住着约2300万人口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岛 生产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半导体 其中最先进的半导体产品 台湾占了超过九成 这个产业帮助台湾实现了每年超过82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排在全球第21位 这无一不是在彰显台湾在该地区的经济重要性 所以说台湾在高科技半导体领域的强诈地位成为它的生命线 同时也让台湾得到了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工业伙伴的支持 但是随着中共自身的经济衰退和中美关系的恶化 越来越多的人都担忧中国可能会发动军事行动入侵台湾 连世界首富马斯克还有全球最大私募基金的创始人达利欧 以及美国多位四星级将军都预测过中国未来会入侵台湾 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中国入侵台湾的条件或者理由都有哪些 首先呢 发动战争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中国真的相信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他这么做 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战略威慑力 对于台海安全的重要性 外界认为中国最近开始已经认为美国没那么团结了 在国际的声望也开始降低 不管这事是不是事实 总之这样的言论一出 的确在中国的墙内可以调动非常优越的 这种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情绪 实际上呢早在2008年当全球遇到了次贷危机 美国经济出现疲软的表现 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的外交政策就逐渐的变得更加激进 之前我们专门讲到了对吧 那么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衰退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 GDP在2009年增长超过9.4% 同年美国的经济却下降了2.5% 当然中国经济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来扶持起来的 这在我们单独讲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曾经讲到过 最近几年呢 2021年又发生了美国国会大厦的事件 然后美军呢从阿富汗撤军 曾经美军在阿富汗最高的时候 在2010年达到顶峰超过10万兵力 但是2021年8月他已经全部撤出 这确实标志着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的一次重大转变 但是这一切事件在中国人看来 似乎都证明美国正在衰落 东升西降 所以说中国很可能会变得非常自负 而目中无人 并且积极备战 准备挑战美国 那第二呢就是 中国的军事实力确实在快速的增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提到过 中国很可能已经不愿意再接受台湾独立的现状 要加快武力统一台湾的步伐 最近中国一直在扩大和现代化它的核武库 包括在质量上跟数量上都在不断提升 美国政府估计 中国的导弹发射器数量 已经从2020年的不到100个 增加到2022年年底的450个以上 和美国拥有的数量大致持平 而且预计到2030年 中国的核弹头的储备量也将会从目前的400多个增加到超过1000多个 别忘了在过去20年 外界一直在评估中国的核弹头只有200个 再过几年就要增加到1000个了 那在射程上呢 中国的一些现代化的弹道导弹的潜艇 现在配备了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 而且这些潜艇还时不时的在南海地区进行巡逻 来不断的炫耀自身的技术 跟20多年前相比 中国海军的影响力确实比过去增大了不少 而且解放军的空军还在引入一款叫B-2仿制品的轰炸机 叫做H-20隐形轰炸机 这个H-20的轰炸机的作战范围比过去更远 可以在空中加油 总计大约可以飞行达到8500公里 引进这种战斗机之后 中国可以威斥到一些原本难以触及的地区 同时这也意味着从日本到菲律宾 乃至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分地区 都会受到中共的威胁 在2021年7月份 解放军还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它不仅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 而且据说还能绕开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总之上述的这些武器的存在 很可能就让中共的领导人认为 他们可以通过武力恐吓的方式 来影响美国的决策 特别是在台海问题上 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效果的 你看看朝鲜他们就通过核讹炸 换取了很多的援助 此外中国解放军的海军 也在努力的建设一支蓝水舰队 这个计划部分依托于 它已经拥有了两艘航空母舰 以及第三艘也就是最先进的福建号 那么目前福建号正在最后的装配和海上实验 当然他们还需要至少培训200名飞行员 来驾驶所需要的海军战斗机 中共的全套的备战的计划 包括他们的不问加紧进程 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当然了和美军相比 中国的军事技术还是有很大缺陷的 比如说中国还需要更换 它的唯一的舰载战斗机 也就是双引擎的单座歼15飞杀 因为没有配备原装的额制引擎 所以它在满载武器和燃油的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完全执行任务的 所以为了完成部分任务 它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武器 或者减少机上燃油 但是即便如此 仅仅拥有了这些战斗机和航空母舰 就已经赋予中国海军 一种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都没有的强大威慑力 此外 中国还依靠它的数量庞大的小型舰船 来对美国海军及其盟友 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解放军海军的舰船数量 已经超过美国海军 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当中 还在持续增长 这个话题也是之前我们 这个转发过 美国这次大选辩论的一个议题之一 据美国国会估计 到了2021年为止 中国海军拥有348艘舰艇和潜艇 相比之下 美国海军的可部署的作战力量 在2021年只有不到300艘 更不要说其他的国家了 其他国家的战队规模 要比中国小得多 比如说到了2021年 英国皇家海军总计有76艘舰艇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只有44艘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中国近年来在海军 现代化上的努力确实使其成为了 西太平上一支首屈一指的强大力量 中国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可以去控制更多的南海地区 这也是过去为什么他们这种战狼出征 到处张牙舞爪的原因 甚至他们在不断的实现他们所谓的九段线 虽然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在2016年已经裁决 中国这种领海扩张是非法的 但是中国还是一意孤行 占领和开发一些孤立的小岛 西方的官员指出说 这种越来越激进的行为 其实是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的一部分 它就是要不断的加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张 实现所谓的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毕竟这片地区对全球贸易极为重要 虽然中国曾经向奥巴马当局承诺过 不在这些区域进行军事化 很明显他们违背了承诺 解放军已经在多个岛屿建立了空军跑道和海军基地 并且解放军战斗机还经常拦截其他国家的飞机 说是要防止他们穿越他们自认为的中国领空 当美欧等国家的舰船自由航行 宣示自由航行权利的时候 中国还在不断的加以反对 甚至现在已经把台海当作内海来看待了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忽视的 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核武器 以及主要常规武器系统 比如说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仍然可以有效的震慑美国和北约 让他们不敢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 虽然西方的分析人士都没有想到 乌克兰能撑这么久 而且也很敬佩乌克兰军队和政府的坚强和韧性 但是中国更关心的是普京是怎么通过核威慑 来阻挠西方进一步的干预 比方说发表一些挑衅的言论 搞一些军事演习 甚至提高核部队的警戒水平 这些都属于俄罗斯所说的战略威慑政策的一部分 那中国当然也是有样学样了 普京用的这些威慑手段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 至少限制了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援 那也很可能让中共的决策者认为 他们的核武库也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来威慑美国 这种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 再加上误以为美国可能不会反对他们攻打台湾 或者不会介入 低估了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 最终就可能会让中国觉得他们入侵台湾能够成功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真的会这么做 而中美两国有核武器的国家 就可能会陷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 好 这是第二个理由 关于军事能力 那第三个理由呢 也是外界的某种分析 就认为最终中国会入侵台湾的原因之一 有可能是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矛盾 比如说2023年2月份有一个事情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来要计划访问中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关系的一个访问 结果好巧不巧突然来了一个像中国间谍气球一样的东西 飞到了美国领空 最后被美国击落 结果这趟访问就被推迟了 那这个事呢 有外界分析就说 很可能暴露出中国领导层内部 比如说军事外交经济领导 这些小团体之间没有协调好 有分歧 有人就认为很可能是中共当局有人想搅黄这趟访问 或者是想通过这种炫耀的方式向美国展示 我们能够进入你的领空 哪怕只是收集气象数据也要震慑你 让你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有人担心了 军方如果是某个强硬派的势力 那有可能在没有通知国务院的各个部门的情况下 就决定发动对台湾的入侵 那么紧接着跟这个相关联的就是第四点 习近平给自己营造了一个伟大的形象 甚至在中国创造出了一种盲目的个人崇拜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它会让一个独裁者 在对现实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随意的做出决策 而且没人敢反对 从2012年开始 习近平就在努力的压制各种反对他的声音 现在他已经把那些元老阶层给交清楚了 没有人再敢对习近平说不 哪怕是政治局常委这些领导层 都变成他的小弟了 所以很有可能习近平根本听不到 关于中国经济或者外交政策的真实评价 比如我们看看那些说过真话的人下场就知道了 今天在中国某种程度上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甚至超越了毛泽东时代 他现在就是一个独角系 已经清除了所有有独立想法的下属 他主张的就是一个顺从 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有西方媒体报道的 就是当初抗疫过程中的一个新冠的小组 为了展示他们有多听话 给全国的主要机场的跑道进行消毒 他们认为这么做就能显示出自己非常的努力 根本不在乎什么科学常识 事实上中国的清零政策完全是违反科学常理的 西方的评论人士说中国就是一个消毒剧场 所有人都在演戏 在这种巨大错误的加持之下 那么中国最高决策者很可能就会继续的犯更多的错误 甚至包括潜在的战争 好除了以上四点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就是中共内部的统治危机 这我们过去节目也提到过这个观点 毕竟中国现在内部问题太多了 首先是人口老龄化 还有劳动力缺失 然后中国的出生率不断在下降 在2022年的中国的生育率 已经降到了每个女性平均生1.18个孩子 远远低于可以保持人口稳定 所需要的出生率 还有中国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也非常明显 这种依赖会让中国受到全球市场波动 和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 别忘了当初为什么日本轰炸珍珠港 导火索就是能源上面被美国制裁了 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 面对现在中国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 那么中国有可能选择发起军事行动 用所谓实现统一大业的方式 来增强这个国家的凝聚力 来换取中共独裁统治的合法性 现在不断的煽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就是在煽风点火 在给未来的决策铺路 台湾外长吴钊燮就预测 习近平可能会制造一些外部危机 来转移国内注意力 或者向中国人民显示 他至少取得了某些成就 那么好 以上就是中共发动战争 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分析 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会聊聊 中共所谓武统的努力 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 有哪些可能导致他失败的原因 好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字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或者加入会员 来收看会员专属的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